嗨,怪胎,泳池边,一群男生以细血的口吻嘲笑着这个女孩,然而,下一秒,女孩却毫不畏惧地拎出两大袋十人鱼,毫不犹豫地倒入池中,随着心血渐渐染红了水面,女孩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兴奋而满足的笑容,这便是王妃最新推出的立作,星期三,作为亚当斯一家的衍生剧,她再次引领了风潮,那位暗黑罗里, 星期三,以强势的姿态回归,但遗憾的是,有些网友却摇头叹息,觉得新版少了些旧时的韵味,毕竟,29年前的哥特神作,亚当斯一家选角堪称无敌,经典之作在前,自然难以超越,新版亚当斯夫人由女神凯瑟琳,泽塔琼斯饰演,她的美丽无可挑剔,然而,与原作相比,她的气场似乎还是稍显逊色, 原作中那苍白,邪气,诡魅的形象,利剪一闪,玫瑰人头落地,那份决绝与狠辣,实在令人难以忘怀,至于亚当斯先生,对于她的表现,实在是难以评价,只能助她好运了,而最让人怀念的, 莫过于老板中,克里斯蒂娜·李奇饰演的《宇宙暗黑罗利星期三》,她的大额头,额蛋脸,麻花辫,都成为了她的标志性特征,那双人处无害的闭童,闪烁着如寒星般的光芒,在无边音域中悠悠发光,她无需凶神恶煞的面容,也不用烟熏眼妆来衬托,她就在那天真烂漫中大开杀戒,无邪朗笑中开疆辟 影评人对这位年仅12岁的女孩赞不绝口,称她灵气低人,是全片的最大亮点,的确,李奇这张脸,仿佛就是为了电影而生,年仅10岁的她,并与仙女威诺娜合作,一举拿下了,最佳年轻女配角,的殊荣,她的黑白剧照都挡不住那罗利的明亮耀眼,两部《亚当斯一家》,更是让她直接封神,那《安黑古堡》里,坎人不眨眼的傲娇罗利, 白眼一番,20年来,无人能够超越她的风采,然而,李奇心里明白,好莱坞同心的命运往往不是角色定型,就是演技拉胯,最终走下坡路,为了打破《星期三》的魔咒,她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,17岁时,她出演了《李安的冰封豹》,饰演一个勾引两兄弟的少女,原本这个角色是给纳塔利·波特曼的,但她的母亲一看剧本, 便觉得太过重口,然而,李奇却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角色,18岁时,发育丰满的她,更是拿下了《水牛乘66》的女主,美得惊心动魄,为得恰到好处,19岁那年,她与神经兮兮的年轻德普在断头骨中相遇, 如梦似幻的金发李奇与德普的搭档,更是成为了影片的一大看点,李奇,这位美得如画中走出的女子,罗莉的萌态,游物的风情,美人的亮丽,在她年仅二十出头的年纪,便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,然而,她并未因此满足,反而渴望更多,女魔头中, 她与查理兹,赛龙的凋系,仿佛是一场神隐魔的对决,那,慧荣,后的女神与扭曲的李奇,犹如棋逢对手,每一次的眼神交汇都是一场激战,赛龙因此片掌获奥斯卡影后,领奖时,她深情地说,李奇,你是我最强的搭档,无名的英雄,网友们纷纷为李奇鸣不平,若是在国内娱乐圈,这样的表现足以双影后加冕,然而, 李奇却淡然处之,她深知好戏还在后头,于是,她开启了,无限火力,模式,演技炸裂,席卷电视剧领域,在实习一声格蕾中,她仅仅是客串,却提名了爱美奖,这样的实力,让人不得不佩服,时光荏苒,当年的暗黑罗利,如今已经42岁,但人们不会嘲笑她的容颜逝去,因为李奇早已用演技打破了年龄的桎, 罗利,只是她辉煌屡历中,那一刹那的璀璨,然而,同样是,暗黑罗利,的角色,另一位演员,却没有李奇那般的好运,近日,乌尔院前传,第一杀上线,却遭遇了观众们的猛烈抨击, 要知道,乌尔院原作可十八,二分的神作,讲述了一家人领养的一个小,罗利,爱斯特,最后却发现,她竟是一个发育异常的33岁阿姨,不仅勾引继父,还要杀她全家,那种电态与好看的交织,让人印象深刻,然而,13年后的这部前传,却让人大跌眼镜,剧情乱俗不说,爱斯特的扮演者,伊萨贝拉, 福尔曼已经25岁,却还要应演罗利,更糟糕的是,他的表演还被网友吐槽撞脸泄纳,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,原本的恐怖氛围瞬间消失,脑海中只剩下波罗波罗蜜的旋律,按理说,25岁正是青春年华,但福尔曼的颜值,却似乎有些下滑,为了让他在片中看起来更年轻,剧组也是煞费苦心,不仅让他穿上20厘米的恨天高, 来凸显娇小,还找来了两个罗利替身,让福尔曼只露个脸就行,这样的处理,让网友们纷纷吐槽,感觉自己得了白内障,甚至想要下单买沙普爱斯眼药水,更让人惊讶的是,记者爆出伊萨贝拉,福尔曼的故事比电影还要诡异,这位女演员似乎有着某种天赋一笔,当年接到剧本时,他的母亲都感到害怕,但9岁的福尔曼却看完剧本, 半夜敲开母亲的房门,悠悠地说,我能理解他,这样的经历,让人不禁对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,你说谁,老妈惊呼,爱斯特,福尔曼轻叹,他在世间寻觅真爱,却终究难觅,凭借对角色的深刻理解,福尔曼因孤儿院中的表现一夜成名,仿佛能与电剧杀人狂一较高下, 然而,自那以后,他毅然拒绝了所有恐怖片的邀约,口中道,我不愿被角色所限定,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他后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,都仿佛是成年版的,爱斯特,重现,他曾宣称, 我会将角色与生活分离开来,以保持心灵的健康成长,但过去的13年里,他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孤儿院的剧照,仿佛在时刻提醒着网友们,我是爱斯特,我从未离去,甚至在万圣节这样的节日里,他所扮演的依然是那个令人心悸的爱斯特,网友们不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,如果张一山每年都发微博怀念留心, 人们或许会感到怀旧,但若是频繁如此,只怕会让人心生恐惧,更令人惊讶的是,续集的角色,竟是他自己主动争取的, 据外媒透露,当佛尔曼得知孤儿院将要重拍前转时,他主动约见了编剧,他笑问,听说剧本已经完成,却没有邀请我参与吗? 他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,为何不让我继续扮演爱斯特呢? 于是,团队在第一时间邀请他担任顾问,然而,在选角过程中,导演发现难以找到能够完美复刻爱斯特的小演员, 于是计划使用CG技术来换脸,但佛尔曼对此反应强烈,他坚决表示,不行,还是我来演吧。 就这样,13年后,佛尔曼再次成为了那个令人心悸的爱斯特,尽管观众对此并不买账,平分仅为5。 2.且仍在下降,但佛尔曼却心满意足,他满眼兴奋地说, 我对爱斯特充满了热爱与兴奋,每次扮演他都像回到家一样,爱斯特是我演艺生涯的起点,如果我不回来扮演他,我会感到痛苦,如果让别人扮演他,我会感到愤怒,他是我创造的,他是我的,网友们听了他的话。 纷纷表示他似乎已走火入魔,同样是因恶魔萝莉角色而走红, 李奇和福尔曼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,李奇一直在寻求突破,甚至不惜, 毁掉自己那令人称赞的萝莉形象,然而,福尔曼却对爱斯特念念不忘,执迷不悟,导致他的戏路越走越窄, 据传,他还有意拍摄第三部续集,广东有句俗语,三岁定八十, 居里一直感到纳闷,同兴出道的他们,是否更容易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, 还是说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本就是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 那个角色,或许本就是他们人生的开场,伊沙贝拉,福尔曼, 1997年2月25日,出生于美国华盛顿, 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长大,当年,他在等待姐姐的闲暇之余, 被卡通频道的选角导演发掘,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, 他的首次现场演出,是在2006年,为Rooms2go家具品牌拍摄商业广告, 从那一刻起,他的演艺生涯,并如同那闪烁的荧幕灯光,既璀璨又充满未知, 2006年,伊萨贝拉,福尔曼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, 在连续剧《金牌律师》第一季第一集里客串演出, 2007年,他参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《猎犬》, 在这部电影里,和达科塔半年合作演出, 2008年伊萨贝拉·福尔曼在连续剧《鬼与者》第四季中客串演出并凭借本剧, 获得青年艺人大奖便是具最佳客串年轻女主角的提名, 一年后,伊萨贝拉·福尔曼与彼得·萨斯加德·维拉·法米加一同参演了电影《孤儿院》, 影片中,福尔曼扮演核心角色, 福尔·艾斯特,他凭借自己在本电影中的表演, 获得了电剧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, 2010年,伊萨贝拉·福尔曼在动画片《萨米大冒险》中配音, 还出演了电影《鬼丁地》, 2011年,他又出演了电影《救赎大道》, 并客串了连续剧《真相背后》, 此后,福尔曼继续在《萨米大冒险2》中担任配音工作, 并于2012年出演了改编自苏珊·克林斯的同名畅销小说的电影《饥饿游戏》,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场发生在未来架空世界的一场残酷生存竞赛, 他在电影里和詹妮弗·劳伦斯·乔什·哈切森和利亚姆·海姆斯沃斯三位年轻演员合作, 他自己出演《第二曲贡品》, 《克罗福》之后, 他还参演了电影《医治者》, 《荒原上的青春》, 邪恶宿舍夜惊魂, 《密室逃生2》, 直到2020年11月, 福尔曼再次回归, 出演电影《乌尔院》, 首杀, 同时担任该影片的制片人伊萨贝拉, 福尔曼的从业经历中, 《乌尔院》, 可谓是让他大放异彩的影片, 这部经典恐怖电影, 给无数网友留下了童年阴影, 如今25岁的伊萨贝拉, 福尔曼一改过去影片中的阴沉形象, 变成了热爱户外运动和小动物的阳光正美, 虽然他不爱化妆, 但深邃五官旁点缀着雀斑, 看起来还是超级可爱啊, 热爱运动的他, 时常晒出自己跑步, 游泳的照片, 超紧实又纤细的身材, 让网友都超级羡慕, 健康的骨同肤色也好有魅力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